一阳千玺是TFBOYS的成员之一 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文武双全的男神 一直都刻苦认真勤奋好学 在学校的成绩也遥遥忍先 千玺是一个细心的男孩 不仅歌唱的好 长得还不错 特别是跳舞的时候 更是帅到不行 而且很有教养 对谁都特别绅士 一阳千玺出生于2000年 才艺众多的她还会拉丁舞 民族舞 现代舞 还会魔术等等 听说一阳千玺家庭背景很不错 只让很多迷媚网友想知道 一阳千玺爸爸妈妈是谁 有一次他在采访节目中说漏嘴 他说爸爸是一位集团老总 而妈妈呢是全职太太 要负责照顾家庭 他的爸爸非常忙 没有空陪他 据说有一次 在北京和王俊凯 王源去北京 是他爸爸接的他们 开了一辆特别贵的车 王俊凯也爆料 他的衣服从小都是很贵的 不是一般家庭能买得起的 而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 全职负责照料他 才把他培养得如此优秀 怪不得大家都叫他小千总 原来他的爸爸就是老总 看到这里 那些想成名的小鲜肉怎么想呢 没有老总 老板没有后台 成名就有这些难度了 你们怎么看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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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